为了建立民众正确的水域知识 台中市体育总会 蜻蜓委员会等多个单位 这天在大理区汉西康桥计划核断 举办了一场水上运动嘉年华活动 吸引了不少亲子体验华独木舟的乐趣 这次还有市长朋友一起来参与 大家穿着救生衣在阳光下划船 即使天气有些炎热 但每个人可得玩得相当开心 在职工的协助之下 大市众朋友们应许登上独木舟 准备进行划船出体验 可以出发了 大声喊一下 虽然眼睛看不到 但大家仍是卖力滑奖 感受水滑溅起的感觉 而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也特别稍暑 今天的跟中山公园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都很好玩 很好啊 第一次滑到 觉得滑起来怎么样 感觉如何 很清爽 夏天很凉 通常我们都以为 就是要操控这个蜻蜓 可能操控者要在前面 可是居然不是 然后我们市长朋友在前面 然后志工在告诉我们说 要怎么滑那个方位的时候 突然觉得说 哇 怎么会这么的新鲜 这么的有趣 而且其实感觉上很像是坐着 可是其实我们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在滑那个桨 汉西康潮段整治之后 安全的水域也成为了蜻蜓选手练习基地 而为了推广蜻蜓整口 因此连续几年台中市体育总会 蜻蜓服务会等多个单位 都在这里来举办水上运动嘉丽滑活动 邀请民众来体验蜻蜓运动 这次更特别邀请到市长朋友一同来参聚 许多人是意犹未尽 非常好玩 那我们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他们也是第一次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办这个活动也是第一次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今天相信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能够跟蜻蜓运动来做结合 这是我们地方很多人的福气 那看到每年的这个来体验的 这个大小朋友越来越多人 表示大家越来越肯定 那越多人的参与 就让我们的这个蜻蜓运动越来越蓬勃 现场跟安排的闯光活动 建立正确的水域知识 而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通过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证实到蜻蜓这项水上运动 也能享受安全的细水乐趣 这久了秋风台中采访到